大家好,生活不是每一次都可圈可點 但是人生的大片,你可以盡情的表演 我是Champion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陣子的天氣呢 慢慢開始變為比較涼爽寒冷一點 當然喔,無庸置疑的就是秋冬季節了嘛 那在這裡啊,其實我在 Jazzmix大尺碼領導品牌裡面擔任了模特 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我有發現一件事就是在台灣啊,比較多的肉肉的男孩啊女孩 他們對於衣服上的選擇呢 會比較偏向於暗色系列 但是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勇於的去嘗試更多鮮豔的顏色 其實非常好看 而且搞不好會因此走進了另一個不同的世界 會讓自己非常的開心 當然我在這裡啊,要跟各位說的是 無論你在什麼樣子的狀態下 當然你就是要好好的愛自己 珍惜當下,把握當下 可是呢,那個狀態如果有危害到你的健康 的話 就是尋求專業的知識啊 正確的管道 來鞏固你的健康 守護你的健康,OK? 我在我們的公司呢 發現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衣服 而且我很喜歡 不僅是限於男性穿 其實女性穿也會很好看 已經有其他的網路創作者 網路紅人呢 已經有先穿過了 那當然評價都是非常非常好 我們的尺寸呢 從2XL到8XL都有 所以 各式各樣的身材 我們都幫你顧到了 趕快歡迎我們今天的主角進場 沒錯 就是這一件的繽紛的針織毛衣 非常飽和的黃色 粉色 綠色 以及湖水綠的顏色 這一件呢 我們是做大落肩的設計 我的身材呢 基本上都是穿3XL的衣服 所以這件是3X的 等一下你會發現在我身上其實 還有很大的空間 非常的透氣保暖 而且質感摸起來很舒服 完全不會有傳統我們穿毛衣啊 或是什麼會那種刺刺癢癢的 我馬上先穿上去 這件上衣讓大家看 我已經穿好了 沒錯 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要先邀請各位幫我按下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感謝各位 好的 這件衣服呢 顏色很飽和 很好看 很亮 而且很舒適 材質很輕膚 哦 怎麼那麼舒服 而且好好看哦 這時候呢 我就會害怕 哇 亮色系的衣服 我在我身上 會看起來顯怕 這件衣服啊 它有做到oversize 你看都已經做到落肩了 我的袖口還這麼長 完全遮住了我的啤酒肚 還有我的腰間肉 所以整件穿下來 我就是一個很舒服 同時保暖又透氣 你裡面呢 可以搭一件襯衫 或者是吊嘎 然後幫這裡多一些層次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件很舒服 我可以直接這樣單穿 你們就會想說 哎 這件這麼落肩 這麼大 這麼oversize 該怎麼搭 要怎麼換造型 我自己呢 有一點點小小的見解 跟分享 那 想知道我怎麼穿嗎 讓我們看下去 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的搭配 但是我有一個小技巧的 就是說 因為上面的衣服 已經非常的鮮豔了 所以呢 我們下面要找一個 比較素一點的 褲子來做搭配 鞋子呢 我都是以白色鞋子為主 因為白色非常百搭 其實穿上去會 整個就是 我自己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很好看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樣 褲子呢 褲子呢 是選擇有一點像是燈心龍的感覺 那旁邊啊 這裡會有這個是因為它是吊帶褲 我選擇吊帶褲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想讓下白這裡 有一點層次 讓他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的單調 但是又不會搶了這件衣服的特色 現在就是第二套的搭配囉 我還是遵從上面 剛剛所說到的 讓下身呢 不要搶過於上身 百搭的鞋子來做搭配 我在裡面有搭了一件白襯衫 因為我沒有其他顏色襯衫 所以就簡單搭了一個白襯衫 在裡面穿個底 我故意讓它有一點 扎斜斜的 就是不一樣的跟安準 我在選褲子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小心機就是 它可能在這裡的排扣啊 會有一點小小的設計 然後再搭一個小小的配件 我覺得這樣子算是好看 好的這個是呢我的第三套 我特別呢 把湖水綠的這一段呢 縮小了折進去 然後搭配一件牛仔褲 這牛仔褲呢 其實還是有一點小小的選機 並不是完全的素面 其實可以看到這件褲子這裡呢 跟上面的顏色是有點互相在呼應的 我在這一件毛衣裡面穿了一件大雪的帽T 然後選比較薄一點的 例如這樣穿 其實你在秋冬就是很保暖啊 很鮮豔啊 然後很亮啊 然後我看 對就這樣 好的 剛剛看完以上我的介紹呢 還有我的自己的三種搭配的分享 不知道有沒有讓你們對這件衣服更加的喜歡呢 剛剛的三種搭配呢 你特別喜歡哪一個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如果說多朋友的話 也沒關係 真的也非常歡迎你們呢 跟我交流 然後在大尺碼的服裝上 你如何去搭配 我相信我們可以有非常好的溝通 在這件衣服 它其實是限量的 怎麼說 因為在台灣的大尺碼市場 較多人會選擇於暗色系的 可能對他們來說比較好搭配 所以呢 繽紛真織毛衣呢 不多 所以大家要搶趕快搶 想要購買的人呢 可以到我們Jazzmix的官方平台上面購買 或者是在我的影片下面連結 也可以找到 真的非常開心 也很感謝各位將影片看完 最後呢 我都會截取觀眾朋友的留言在片尾 因為其實你們的留言呢 對我們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創作的動力 So 不要吝嗇你的手指 趕快留言 那我是Champian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大家再見 下次見 期待